3月27日,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湖北省政府乔务办公室 在武汉举行援助海外侨胞抗击疫情捐赠仪式 首批募集而来的112万只口罩、7万副中药制剂等爱心物资将陆续发出 援助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的侨胞等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尔肯江·土拉宏表示 在湖北疫情危急之际,海外侨胞慷慨解囊 千方百计捐赠仅缺医用物资,为打赢湖北保卫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在疫情正在全球蔓延,海外侨胞面临困难 要主动关心关爱海外侨胞,共同携手战胜疫情 据湖北省政府乔务办公室统计,截至3月26日 已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向湖北捐赠资金15276万余元人民币 及大量口罩、护目镜、酒精、防护服等物资 随着疫情在全球多点爆发 一届海外侨胞面临防疫物资紧缺等问题 对此,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湖北省政府乔务办公室 于3月16日发出倡议书 号召湖北各级侨办、企业家等奉献爱心 倡议得到华中科技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华人集团等 方位和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 这个共同的家园嘛,也要共同的这种维护 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大国的担当 也体现出华师这种大额的精神 尔肯江·土拉宏指出 关爱海外侨胞应对疫情挑战 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 他希望全省广大企业、协会、社团和社会各界 积极组织捐款捐物 用心、用情提供支持 尔肯江·土拉宏要求 各级侨办要切实扛起责任 广泛募集狂物 畅通捐赠渠道 发挥桥梁作用 同时要保持同海外侨团、侨领的沟通联系 深入了解湖北省内 侨卷、侨署、侨资企业的实际困难 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做好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